一年365天 每天跟您分享一个乒乓球的小诀窍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黄河教练 今天咱们跟大家去讲 正所谓短球的挑球的处理方法 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是 我们站位上去的时候 要有一两个小碎步上去 一上去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尽量离球不要太远 要近一点 这样子的话适合我们的控制球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脚一到位就应该就上步 那么我们挑球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怎么挑的 很多人就直接这样子去挑 这样子很容易下网没有弧线 所有的向翻挑的方式都是什么 向上一点去摩擦球 我们到了这个位置向上摩擦球 这样子挑球的方式 它是弧线是比较稳的 而且我们挑球不能挑下降期 好 如果讲到这里 您听明白了 给黄鹤教练一个点赞 关注评论转发 谢谢您 每天晚上八点半 我们都在直播间 跟大家去讲解 更多的乒乓球知识 欢迎您到直播间 跟我互动交流 好 好